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会覆盖所有忧郁与彷徨 不能说出口的愿望 穿过神秘的忧伤 不再倔强 我的心上 你的微笑会为我绽放 Love is blue 绝不会再放开手 朝你的方向 我用力急速奔跑 不用再原地停留 不用再难过承受 因为绝不会输 奔向美好的人生 哥哥 哥哥 你跟着我干嘛 哥哥心情不好这样跑出去 我当然会担心了 而且 哥哥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 玲玲在哥哥和江秀灿之间 跑来跑去的事情 也不是第一题了 喂 你闹够了没有 我跟你说 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少在这里煽风点火的 哼 如果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那哥哥你又在生什么气呢 而且 哥哥也看到 他们两个亲热的样子了 那种样子 还能说只是普通朋友吗 而且啊 江秀灿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 你想 要是没有感情 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吗 哥哥 清醒点吧 那个朱玲玲啊 她现在是脚踩两只船 够了 我告诉你 朱玲玲是我女朋友 你少在这儿说三道四的 哥哥 别跟着我 你这是何苦呢 张剑的心根本不在你这里 你为了她要委屈求全的 真不值得 你说够了吗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我就是喜欢哥哥 如果我能够放下哥哥的话 也不会这么辛苦了 真烦 我 不会让朱玲玲抢走哥哥的 这次不是你的问题 是张剑自己的原因 什么意思啊 上次我给你的小剑哥哥去冷冻库救玲玲和秀灿 然后就看到他们俩抱在一起 张剑对这件事还没有释怀 刚刚啊 刚是雪上加霜 你是说 朱玲玲和江秀灿他们两个人 竟然抱在一起了 当时情况危急嘛 我想这个举动也是出于求生的本能 不 喂 玉婷 我跟你讲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知道吗 哦 我知道了 好了 人也看到了 你先回面馆去吧 哦 那我先走了 来 吃一个 来 好 好 来 我来啦 你来啦 来啦 你看 哦 不错 谢谢 你自己来的吗 我刚刚和张剑还有 张剑来了 张剑 他来了吗 没有啊 他到了门口又回去了 回去了 啊 什么 为什么 可能是看到你们两个 互相喂葡萄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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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啊 那是因为他手上涂了药不能吃嘛 我手上涂着药膏我 我 我 而且啊 上次在冷冻库 我们两个去救你们的时候 门一打开就看到 就看到 就看到 你们两个抱在一起 哎呀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的事啊 什么我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啊 啊 后来张剑好像生气了转头就走了 走了 啊 你是说 不是张剑送我来医院的 当然不是啊 是我一个人送你们两个来医院的 啊 哎呀 你这个人真是的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你 啊 不是的他 他记错了 就是他跟张剑两个人 我 你这个家伙啊 张剑只是先走了嘛 你怎么可以乱说话呢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我说的是实话啊 你闭嘴了别再说了 你不了解情况你别瞎说好不好 闭嘴 不是啊 这本来就是我 哎呀你给我闭嘴 总之现在还是你别再说话了 他没接吗 他可能真的误会我们了 我我看呢他一定是开着震动了 男人有的时候就喜欢开震动的 是吧 呃 其实我们男人都这样 哦 呃 滕元昊他也是这样的 我们男人都这样的 嗯 嗯 那为什么 他刚刚都已经到门口了也不进来 哎 哎 他一定看看你 不是啊 走了 别说了走了 走 喂张剑 喂 喂 玲玲啊 妈 你身体怎么样了 我没事 你放心吧 我明天就能出院了 哎 我明天到医院去接你吧 不用了 大老远的 明天张剑也会来接我的 你就不用来了 啊 好 那就好 嗯 那你早点休息吧 嗯 放心吧 你也早点休息哦 拜拜 哎 哎 好 再见 再见 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你不会真的误会了吧 好 你应该不会这么笨 你应该不会怎么看我 嗯 嘿 嗯 嗯 嗯 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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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家伙 原来你也睡不着啊 今天天气真好 夏天的晚上这么凉快 感觉真的是好舒服啊 要是每天都这样就好了 空气这么好 像最近这样一直休息 当然我觉得 暂时把工作放在一边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也是挺好的事 就好像在整理心灵的书桌 哦 我这句话太帅了 是吧 你觉得呢 对了 你有没有看过一本童话故事 叫做小王子的 那句话是小王子说的 你有没有看过小王子 你音乐好听吗 好行 不是我的风格 张剑打电话来了吗 打过了 还是没劲 看来海乐园的工作 还真的是很忙 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他是店长嘛 而且那个家伙 本来就是个工作狂 其实我看着你们两个 能在一起 真的是好羡慕 怎么会那么甜蜜呢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现在呢 还正在梦想实现的过程当中 所以等待是必须的 不要太伤心了 嗯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哎呀 或者直接跑过来见你的 干嘛还摆一张臭脸吗 而且 现在在你身边 不是有一个这么可爱性感的我吗 明天张剑来的话 看到你这个样子 一定会说 这是谁呀 我 明明是因为 医院的饭不好吃 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医院如果有我爸爸做的 东坡面 那就好了 东坡面 嗯 你爸爸做的东坡面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哦 好不好吃啊 当然 我爸爸以前也是杭州面馆的厨师 他做的面啊 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最喜欢的 就是东坡面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了 是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原来你爸爸也是杭州面馆的厨师 哦 怪不得你能够成为一个品面馆呢 因为遗传了爸爸的才能 是不是 可能是吧 真的好想念他啊 你想吃吗 东坡面吗 嗯 不过也只能是想想 怎么可能吃得到呢 我跟你做不就行了 你 嗯 嗯 跟我来 嗯 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 来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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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秀菜 你不是想跑到这里给我做碗面吧 当然了 哎呀还真行啊 快点 我很饿 你看 你看 有肉 有肉 有菜 哇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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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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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很全的 所以一定可以做出 好吃的东坡面 你只要等一下 既然你会做东坡面 那你知不知道它的来历呢 不知道 苏东坡 你有没有听说过 苏东坡 谁啊 你应该没听说过 它有句台词 叫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这个好像听到过 真的假的 这句词呢 就是苏东坡写的 苏东坡它不仅是一个大文豪 它还是个美食家 它特别喜欢烹饪 而且它最擅长的就是煮肉 流传到民间呢 我们就称之为东坡肉 你知道的很多啊 那当然了 小蔡 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你做面的时候 都看起来特别地开心呢 是那样吗 我 我只是 学着小的时候 看到妈妈做面的样子 就很开心了 我看上去是不是很开心哪 小蔡 这里 脏了 擦一下 脏了 对对对 这边这边这边 这里 这里 好了 怎么了 你想什么 起 好了 再加上一点汤就行 客人 您要的东坡面 本厨师已经给您做好了 请您享用吧 谢谢 很感动是吧 怎么了 没想到你吃个面 就感动成这个样子 不是 太香了 简直是一模一样 我小时候 爸爸就经常做这种面给我吃 原来你是想爸爸了 林林小朋友 越是这种时候就越是好好的品尝 来 拿着筷子 好好享用 林林小朋友 快点开始吃吧 快点吃 全部都要吃掉 好 来 吃吧 哥 是你呀 想什么呢 想得这么入神 没有 来 梅 你觉得 吴润梅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突然提起这个问题啊 随便问问 那我就说了 我觉得呢 她是个居心叵测的女人 她心里有很多算板 所以我一直都不喜欢她 看她每天还对我们装来装去的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哥 她的过去 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吧 当初她利用我进这个家 她就是这个样子 只要有利用价值 她连小孩子也不放过 那也没用啊 那也没用啊 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 那做那么多事情 更没有任何意义 她如果不算计的话 怎么进这个家 但是我总感觉 她对待你和对待我 不太一样 她对待我 完全就是对待一个外人 她对待我 你呢 却总像是对自己的 亲生儿子一样 是吗 不是吗 可能 她觉得亏欠我吧 她这样的女人 才不懂得亏欠呢 她还不是因为 你是张家的继承人 对她还有利用价值 所以才对你那么好 好 你可不要被她蒙蔽了 放心吧 不会的 好吧 那我就回去睡了 嗯 你也早点休息 嗯 好 好 喂 准备 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 你怎么这么晚了 还给我打电话呢 看来我打的不是时候啊 准备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说过会来找你 哎 有什么事见面聊 你不要没事就给我打电话 骚扰我 不是我想骚扰你 我只是想提醒你 别忘了明天的事 知道了知道了 有什么事明天见面再聊 哦 如果明天你不出现的话 我会找上门来的 哼 哎 你 今天秀灿和凌凌该出院了吧 有点怪啊 你说秀灿 这几天不在海乐园 这生意都受到影响了 不过这小子 豁出来的面就是不一般哪 海乐圆着顾客挑递得很哪 哎呀真是没想到 以前还真没觉得这个秀灿的重要性 现在发现啊 这面馆还真少不了它 爸 如果要说谁重要 应该是我哥吧 那姜秀灿再怎么重要 他也只是个豁面师而已嘛 是吧 哥 吃饭 嗯 嗯 怎么了 嗯 没事啊 爸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吧 润美阿姨今天可真奇怪 这要是往常爷爷这么夸奖江秀灿的话 他非反对不可 哎呀 你润美阿姨也没有那么刻薄啊 她不过是嘴巴厉害而已 她那张嘴巴可真叫厉害 还有谁比她更会说话更会做人呢 行了行了行了 快吃饭 就你话多 好 小姐啊 今天别忘了去接玲玲啊 别冷落了人家 嗯 我知道了爷爷 我吃饱了 慢慢吃吧 嗯 嗯 喂 有什么吃见面说 催什么催呀你 喂 你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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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东南 你喂 是东南 你喂 喂 杨卫 哎 终于可以出院了 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 待会儿张剑她会来接你吗 他还没接我电话呢 他还没接 没事 我想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吧 所以你不用担心呢 那 我们要不要自己先回去 这样我们直接到了杭州面馆的话 那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清楚了吗 嗯 好啊 好 那个张剑她 她一定是有自己的理由 本来她的性格就很内向嘛 你要多理解她 应该是这样吧 走吧 来 给我 我来拿 谢谢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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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 秀赛 杨卫前辈 嘿嘿嘿嘿 我只代表杭州面馆的所有员工来接你们 我们好想你们啊 嘿嘿嘿嘿嘿 你要不要这么肉麻啊 哎 我们面馆里面啊就属杨卫师傅 最有义气了 必须的啊 哦 对了杨哥 这两天你又没有看到张剑啊 张剑哪 张剑他这两天都没有来海乐园啊 可能去别的店了吧 嗯 你想见他就能见到他 还一直想着他干嘛呀 回去慢慢看他就好了 我知道啊 好了 我们走了 哦 我拿这个谢谢啊 走 这边 嘿嘿嘿 这想你 嘿嘿嘿 我也是啊 走啊 走啊 像这样啊 你怎么这么笨呢 你怎么这么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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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绩啊 我回来啦 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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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 我回来啦 我回来啦 哈哈哈哈 你这个家伙 看到哥哥回来了 你要怎么跟我说 哥哥我回来了 你背手背脚的 这怎么对折嘛 你不会啊 大故事都一样嘛 真是 好久不见了 你现在 真的很像一个服务员 很适合你啊 你看你看你看 哇 这个头发扎起来 真的是个漂亮啊 你真是脏死了 季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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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生意怎么样 这么多 哇 那我们不是发财了吗 就这样啊 一天居然卖这么多 我看看吧 哎 别烦了 哎 哎 你在这儿挡刀干嘛呢你 嗯 赶紧干点活 把这个拿到后厨去 正天优手好闲的 嗯 是 快点啊 好 走 走 哎 还说想我呢 对我这么凶 怎么样 被吓着了 哎呦 哎呦 哎 哎 哎 你看啊 嗯 但是呢 哎 哎 还准备了蛋糕啊 小菜 欢迎你和菱林回来 这是什么啊 哦 你不在的时候 还是有点想你的 难道你看不出来 大家都是故意逗你 其实都真的很想你吗 对啊 好像是这样 干吗 这像不是愚人节 有你在啊 每天想过愚人节演快乐 说什么呀 没头没脑的真是 不过你这个大帅哥不在 我们上班都没有精神呢 真是 对了 为什么送一个生日蛋糕啊 庆祝你们重生啊 笨 切蛋糕 来来来 你来 我来切 这可是我的第一次 可以 好 是 蠢死了 哎呀 哦 我先吹蜡热 哇 好 好 好 切 切了 哎呀等等 张剑呢 他好像去接玲玲了 你干嘛要问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呢 哥哥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才不来的 张剑 你到底去哪了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 来了 快进来吧 你终于肯见我了 我要再也不见你 电话就被你打爆了 行了 少说废话 开个价吧 润梅 没必要一见面去谈钱吧 当我知道你欺骗我的时候 我心里是挺难受的 可我这两天静起来想一想 那以前都是我不好 让你跟我受了那么多的苦 可是我们之间以前 不是也有美好的回忆吗 润梅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给你机会 那我多年苦心经营的一切 不就完了 不管你现在对我怎么样 你都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给你 一百万 你拿的这钱离开杭州 反正你在这儿待着 也没什么可发展的 而且我也不会跟你回去 一百万 咱们的感情 就只值一百万 是你自己不争气 活到这把岁数了 要家庭没家庭 要事业没事业 现在还好意思 在以前的女人面前讨价还价 以前的女人 我说没 如果让你现任的丈夫 知道我们俩的关系 那后果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 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 用不着我来提醒吗 你 好 想不到我的一片真情 你居然用金钱来衡量 那好啊 那咱们就来谈钱 你刚才也说 现在的生活才是你想要的 我可以成全你 但这一百万 就不够了 那你想要多少 不多 再加一个零 只要你给我一千万 我以后再也不来烦你 你继续做你的贵夫人 你儿子 也可以继续做杭州面馆的继承人 我 你也太贪心了 我哪有这么多的钱 像你这么聪明的女人 怎么会没有办法呢 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一千万 对你来说实在是小意思 行 给我点时间去准备 这段时间你别来找我 可以 但我也告诉你 我这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希望不要让我等太久 我喜欢这个人 是什么 她想要帮我 一种东西 很多东西 或许多东西 像,你都不得了 我就不得了 我太太太 来了 张静 你找我 我问你 你和吴润美到底什么关系 我跟吴润美是什么关系 你会不知道 你就少跟我装算了 你们俩一唱一和 一个前脚刚走 一个后脚就跟来了 我说你们母子俩 唱的是哪一出啊 你在说什么呀 我和吴润美 怎么会是母子啊 你说得也太好笑了 你不是吴润美的儿子 那你是谁呀 难道吴润美会带着 别人的儿子去张家呀 她可是费尽了心机 好不容易过上了 融化富贵的生活 怎么 她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阴谋 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敢认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 我妈是江恩英 吴润美这样的女人 怎么会是我母亲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要是再个胡说八道的话 我绝饶不了你 这儿子跟他妈一样 都不是省油的灯 王金宝 你这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我怎么会相信我 我今次查可是力量 我还不相信我 我还不信服你 你不信服你 还不信服你 我会相信我 我会相信我 你但是它们 不信服你 我不信服你 你不信服你 你那么信服我 你什么时候 我现在就乱不要信服你 我现在就迷你 进来 小剑 有什么事吗 我 你怎么了 爸 我很想问你 为什么当年妈去世以后 你才来 为什么我出生以后 你要抛弃我们呢 小剑 难道你一直就这么认为吗 我明知道你出生以后 还抛弃你们母子 我 我只是想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我是你儿子的 安逸 安逸 虎珍 虎珍你会进来进你妈妈最后一面 快点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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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醒醒啊妈妈 妈妈 妈妈你醒醒啊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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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你醒醒啊妈妈 安逸 张力先生 你来迟了一步 妈妈 你要早来五秒钟 你就能见上安逸最后一面了 妈妈 你醒醒啊 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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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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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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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存在 当时我根本没法去韩国 我好不容易托人 给你妈带了一封信去 可是你妈居然回复我说 不要再去见她了 所以这一切 你都是通过润眉阿姨才知道的 小姐 爸对不住你 没事的 爸 我只是随便问问 想了解一下过去的事情 千万别多想 那我先出去来 嗯 闭上眼睛全都是你 闭上眼睛全都是你 我还沉测 还沉浸在你的感动 只能记起这片轮廓 我 模糊的是彼岸的我 回忆仍成烟火 寂寞了冲动 不爱是勇敢放开 爱你让我忘记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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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是我奋不顾身 爱你让我忘记了尊重 都都是你让我忘记了 你让我忘记了 що 你让我忘记了我 可以在你带我去拨打 我肉弄你 你让我忘记了你 而非航空 那個夢 該不該完美